回家不可能穿 不可能穿 這條皮大好 好時間不要放在這裡 這東西拿到別的丟掉 買關六天 男改口小便 不慎疊進去 53歲的簡新男子 已久最招人二診 被推進空棺木 驚悚的喝尿求生六天 但他獲救後昨天出院 在哥哥陪同下做筆錄 卻改口說是自己不慎 跌落空棺內 他說上週六中午 在百姓宮廟與久友唱歌 坐樂後 應要急起腳踏車去目的方便 不慎衰落廢棄空棺內 乘重關蓋竟倒下 困住他 六天靠著身旁小洞呼吸 伴著夜晚的恐懼 喝自己的尿 和徒來的春雨解渴求生 直到被人發現救出 警方昨天他重回目的 模擬事發經過釐清案情 警方將關蓋掀開力氣 輕輕一推關蓋就倒下 雖認為檢南說法有可能 但關蓋從堅骨後 有好幾個月都沒倒下 這麼巧 檢南摔下去碰到 就蓋起來 人有很大疑點 他還在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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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他跟我們講的 就是給他那時候 好像有人抬 還有有人要背他 檢南哥哥懷疑弟弟 怕招報復才該口 鄰居和他的久友議論紛紛 大家覺得不可思議 但還是沒人承認陷害檢南 出事的草屯鎮第三公目 雖十分偏僻 但警方對檢南 自稱受困天數也有疑問 家屬稱檢南上週六起沒回家 卻在四天後才報警協巡 加上檢南脫困後 警背部紅腫挫傷 身體狀況也正常 全案人朝他人所為偵辦 有掌握那兩個人的身份嗎 到目前都還沒有掌握到 因為那不見都沒有什麼正視器 董新聞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報導